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离我自己很难 我觉得我旁边的人都挺温柔的 有 身边其实星期当中可能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不是很远吧 因为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就有过 我目前没有遇到过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远的 就因为觉得身边的人都挺好的 然后都挺善良 然后我自己男朋友对我也挺好 就是比如说突然就不理你了 然后不跟你说话 然后回消息你也不回 其实不仅是就是身体上的暴力 有的时候情绪上或者是经济上 这些方面的暴力也可以存在 就是你不按照他的意愿的话 他就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刺激的话语去攻击你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早恋 然后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有前车之间 把分手了之后 他也一直在就是很密切关注我平时的动向 假如说我说我跟我朋友在那里吃饭 然后他就会 立刻马上没有跟我提前打招呼的去饭店里看我 然后这种事情比较多 然后我的朋友也有被吓到 就朋友都不太愿意跟我出去了 比如有一些同学可能性格不好 他个人比较孤僻 也不太会跟人打交道吧 然后可能班里就没有人理他那样 就我们最后不是有全国蹭饭图吗 没有他 就他也不跟大家说大家也不找他的这种 到现在大家好像已经忘了班里有这个人的存在 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就有过 可能他妈妈对他管的比较严 然后有的时候他不是很听话就会动手 然后动得吓得小时候吓得比较重 他就一直想逃离家 进了大学之后就不想回家 我的朋友经历过 就是关于他的父亲和母亲友纠葛 然后就把所有不好的事情 全部发泄在他的身上 然后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就把所有的怨情 发泄在我那个朋友身上 这种意思是他爸用马克杯砸他的脸 然后半边全都一清掉 现在他就是会有一点很容易思想比较极端一点 就是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会就是觉得可能很难承受的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 就是应该算我后桌 然后当时班里面有一个风系 大家有什么情绪上的不太好 都会去找他发泄 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之前就是有帮过他 帮他之后你就会发现 就是大家会觉得你也不对 然后就会也会暗暗地里会嘲笑你 我觉得还挺严重的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男生他一个人坐 那个男生他会带两个男生一起 拳打脚踢那种 踢的那个桌子都会晃啊什么 但是老师也没有怎么管过 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可能跟老师讲过 但是老师其实抱的态度真的是有点像电影里面 别人怎么欺负你就不欺负别人 就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觉得可能之后对他影响就是不太敢讲话 然后比较孤立 对就是感觉班上跟他格格不入那种感觉 我初恋男友他和我分手了之后 他的下一任也是在我们班上 是他们俩闹分手的时候 那个男生把那个女生打了一顿 在那个楼梯间里 然后我们整个班男生都去把那个男生拖了回来 呼吁一下大家 作为女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勇敢地去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然后向大家去求助 就算做不到说所谓的报警 或者是整个就是曝光在社交媒体上 也一定要让身边的人知道 需要很多个方面去改善 就是不光是我们说我们自己怎么做 还有老师啊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需要就是一起来关心这个事情 有些暴力事件看起来乍一看看有我们埋怨 但是还是会感觉会发生在我们身边